再來看到台北行雄路這台 自日本時代 就已經是非常繞著的最款 現在救援市保留一些歷史見本 今天的文化球 又再把行雄路九十幾號 先列車四十五十 這最早是一間二亞商店 救援市保留一級一二年的 積化和上漂 百多年的這件物 可以保留到大 真是真不簡單 台北行雄路兩邊都大樓 有過多人來來騎去 所以有這檔日本時代三十 老館的百年老花 就點點菜在旁邊 外觀雄萬保留一級一十年 風水用風格的日本總社和上漂 台北市文化球表示 這檔建物最早是一間 歐亞商店 在內賣的衣服保留和總社品 因為建築部本身 真有歷史稼働 白夜頭文化球來做市場勾著 就是日本時期是作為商家使用 所以這條街 只要是舊的建築 其實都是商店 這條街其實在日治時 其實它是非常熱鬧的 它叫做榮丁就是繁榮的榮 然後榮丁 它就是有日本小銀座支撐 然後算是就是 成台北市最熱鬧的一條街 平洋樓這台很早就開發做最款 日本時代還有全台 第一間的百會公司 究竟百會 附近還有幾乃黨 日本時代保存九段的告知 在台機民對這附近有關保留 比較早的回憶 像這一家就會抹衣服 二樓啊 那個是木板的 不是水泥的 這個很久了 這個很久了 還有那個門面啊 好像有一點特別啊 以來是有期待啦 也希望看我到 台北市文化教廟是會相對結構來補強 未來孤節要怎麼利用 要更加打算 但是既然算是很煩惱 希望師父可以好好利用 這些孤節 讓他變作 很多年輕人的願意來 觀光的所在帶動統帝的經濟 記者盧雄族 聽有嘴 台北鳳德